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上的是经济学的课程 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讲授的是短期的成本函数 在前面的两个单元当中 我们分别说明了短期的生产函数 还有长期的生产函数 那么所以长期跟短期的区分 我相信各位同学在之前的单元当中已经有所了解 那么我们也在前面两个单元介绍了生产函数 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是短期的成本函数 我们的选取目标 第一个我们要先让各位同学了解 什么是短期成本什么是长期成本 那么也因为在短期的情况下 有所谓的固定要素以及变动要素 进而产生了所谓的固定成本跟变动成本 那么第三个 我们要透过这些成本的加总得到了这个总成本 然后推导出边际成本 以及平均成本 那么我们也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图形的分析 在学习方法的地方呢 我们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在上课之前呢 能够先做好相关这个单元内容的一些预行的工作 那么第二个 在聆听这个课程的时候能够专心的听讲 然后呢把老师所强调的重点把它做一个记录 那么在课后的时候呢 能够迅速的把这些重点呢重新整理 变成自己的笔记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各位同学 搭配我们这个单元所讲授的这个理论内容呢 在从日常生活当中找到一些实际的例子 跟这个理论相互搭配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论与实物能够结合在一起 相信各位同学对于了解这个单元的内容是有帮助的 在课程大纲的部分 我们会先说明 第一个什么是会计成本 什么是经济成本 然后接着说明长期与短期的成本 然后第三个说明总成本怎么来 平均成本怎么来 边境成本怎么来 我们分别会说明它的计算过程 以及这些成本曲线的推导 首先我们先说明成本的概念 我们都知道 第一个我们在学习会计学的时候 有提到的成本概念叫做会计成本 那么会计成本通常称为 外显的成本 也就是说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对方会开立发票 或是开立单据给我们 这样子我们根据这样的发票单据呢 我们才能去做报账的动作 好这样的成本叫做会计成本 另外一个概念叫做隐含成本 各位看到隐含成本的定义 隐含成本是说 厂商自有生产要素的报酬 并没有进入到会计成本之内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做厂商自有生产要素的报酬 比如说 你今天开了一家公司 你除了租这个厂房 出这个办公室 你也买了一些办公室的文具设备 文具用品等等 刚好你的家里面有一张桌子 你把你家里面的这张桌子 拿来你的公司作为办公桌使用 那么这一个办公桌 是你从家里搬过来的 并不是你从外面买进来的 可是我们在计算经济成本的时候 必须要把隐含成本 也就是你自己拥有的生产要素 你提供了给公司使用之后 并没有计算在这一个会计成本里面的 这个项目呢 也要一并的纳入到我们的经济成本里面 所以接着 我们就跟各位同学说明 什么叫做经济成本 那么经济成本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机会成本 各位看到第二行 经济成本等于什么 经济成本等于会计成本 也就是外险成本 加上隐含成本 好换句话说 也就是全部生产要素报仇的总和 所以各位同学在这个地方 必须要留意的是说 在经济学当中 讨论的成本概念 所指的都是经济成本 跟会计成本是有所区别的 会计成本跟经济成本差别在哪里 差了一个隐含成本 也就是你个人自己拥有的生产要素 这样的一个代价 也必须计算在经济成本里面 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各位同学说明 短期成本跟长期成本 好各位看到同一面上面的内容 短期内厂商无法变动某些生产要素 所形成的生产成本 各位都知道 短期的时候我们假设 生产要素有两类 一个是资本 一个是劳动 短期的情况下资本是没有办法变动的 那么唯一能够变动的是劳动 那么所以在资本没有办法变动的情况下 我们所产生的成本叫做短期成本 那么在长期成本的情况下呢 也就是我们在下一个单元 会跟各位同学做详细的说明 那么各位同学在这个地方 可以稍微先了解一下 长期成本的定义是说 在长期的时候 厂商可以调整所有生产要素的使用量 包括劳动的使用量 以及资本的使用量 所以当我们要扩增产量的时候 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生产规模 去做一个最适的成本的考量 然后所产生出来的成本 叫做长期成本 那么这个定义在下一个单元 我们会跟各位同学做进一步的说明 好所以各位同学 接着这个地方就比较重要了 我们谈到了是短期的成本函数 所以各位在这个地方 务必要留意的是说 我们在讲成本函数的时候 特别是在短期的情况下 有所谓的总成本 固定成本 变动成本 还有下一张同影片的 平均成本以及边际成本 在这个地方 我们希望各位同学 能够把他们的定义 把他记下来 这对于接下来我们讨论的内容 是非常有需要的 那么总成本简单很简单的去说 就是什么 厂商生产某一个特定产量的产品 所需要的成本总额 就叫做总成本 是不是很简单 今天你开了一家公司 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 那么你所需要支付的 这个总体的代价 就叫做总成本 那么你生产越多 你的总成本就会越多 这也很容易理解 好 倒是要留意的是什么 他说 总成本是什么 总成本是固定成本 以及变动成本之和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了解了 固定成本是什么 因为在前面的单一 我们曾经说 资本在短期的情况下 是不能变动的 所以它叫做固定的生产要素 所以既然是固定的生产要素 它所衍生出来的成本 就叫做固定成本 那么另外呢 劳动 在短期的情况下 劳动是可以变动的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 变动要素 那么这个变动要素呢 因为它是可以变动的 所以 各位看到这句话 变动成本会随着 产量的增减 变化 而变动的成本 叫做变动成本 那么从劳动这个变动要素 所衍生出来的成本 叫做变动成本 好 回过头来 我们看这句话 因为资本它是一个固定要素 在一开始 我们要生产产品 我们的厂房固定 对不对 在这样的一个生产规模之下 我们的厂房固定 我们一开始 假设投入500万建制的这个厂房 那么 我要请教各位 这500万 你今天没有生产 或是你今天生产100单位 或是生产200单位 请问这个500万 这一个固定成本 会不会因为你的产量变动而变动 不会吧 所以各位看到这句话 固定成本是什么 固定成本是不会随着产量增减 变化而变动的成本 好 所以各位看到这个地方 固定成本 一开始你抢房建制的那个成本呢 就叫做固定成本 它不会因为你的产量变化而变化 可是你雇用劳动来增加产量的时候 随着你的劳动雇用量的增加 你的变动成本就会怎么样 就会跟着变动 这个叫变动成本 那各位接着看 这张图形 它说总成本是固定成本 跟变动成本之合 那所以说 因为这一个是固定成本 对不对 好 FC叫固定成本 VC叫做变动成本 我们刚不是说了吗 固定成本不会随着产量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它是一条什么 固定成本是一条水平线哦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成本 也就是我们所花的金额 一开始就是固定的 我们刚刚说500万 这个高度永远就是500万的高度 可是变动成本 会随着什么 当我们要增加产量的时候 当我们要增加产量的时候 是不是要多雇用劳动力 那么多雇用劳动力 我们所要支付的那个劳动力的那个代价 也就是我们的变动成本 会随着产量的增加 劳动雇用的增加 而这个变动成本会不断的 会有这样的一个曲线的一个变化进行 而不断的往上升 那么所以总成本 因为它说总成本是固定成本 加上变动成本 所以各位接着看这个总成本曲线的变化 总成本呢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各位看这个图形的变化哦 因为总成本是固定成本 加变动成本 所以 总成本叫做Total Cost 叫做TC 所以总成本的线呢 就会平行的什么 平行的往上移动 总成本的线呢 就会平行的往上移动 移动的高度 刚好就是这个固定成本的高度 好 这个部分 请各位同学要去留意 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平均成本 什么是平均成本 各位看它的定义 平均一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 好 那各位看到这一个文字的说明 我们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 不是有它的总成本吗 再除以它的生产量 好 就可以得到平均成本这样的一个数值 这是一个中文的 这样的一个说明 那么总成本它等于固定成本 不是总成本 刚刚不是等于固定成本加变动成本吗 好 再除以生产量 一样 那符号的表达 各位就可以去参考一下 好 这个就是平均成本 在这个单元的最后的时候呢 我们会跟各位同学用一个例子 来跟各位同学做说明 好 这是平均成本的概念 接下来是编辑成本 编辑成本叫做 marginal cost 也就是代号叫做mc mc就是编辑成本 编辑成本是什么 每额外增加一单位产量 总成本的增加量 好 所以我们用文字的说明就是 编辑成本等于什么 等于产品的增加量 产品的增加量 到底会导致多少 总成本的增加量 那么这两者之间的笔值 叫做编辑成本 它的相关的符号的表达 各位看这个地方 为什么这一个市值 为什么这一个市值到最后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因为固定成本 我们刚刚不是说固定成本永远是那五百万吗 因为固定成本永远是五百万 所以它的变动量是什么 变动量是零 所以这一项就自然而然的取消掉了 再讲一次 因为固定成本 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五百万永远就是五百万 不会变动 所以它的变动量 这个三角形就是表示变动量的意思 所以它的变动量是零 所以我们最后才能得到这个市值 好 有关于这一个平均成本 边均成本 总成本的定义 各位同学务必要把它记下来 好 我们到这个地方 再给各位同学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好 第一个 不管在产量增减的时候 不管产量怎么样变化 我们都可以知道 固定成本是保持不变的 对不对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永远维持在五百万那个高度 第二个 变动成本跟总成本 会随着产量的增减而变化 有没有 所以各位看到一个 配合刚刚的图形 回想一下刚刚的图形 它是不是 一路从左下方往右上方 一个曲折的线往上面移动吗 那个曲线是往上的 所以 随着产量的增减 简单来说 当产量增加的时候 我们的变动成本跟总成本是越来越高的 可是产量如果越来越少 我们的变动成本跟总成本就会越少 所以它是变动成本曲线跟总成本曲线是随着产量的变化而变化的 那各位在看第三个 那各位在看第三个很特别的地方 这个地方请同学务必记下来 平均固定成本 平均固定成本 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下降 哇 各位同学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这边做一个简短的说明 平均的固定成本 如果按照刚刚我们的说明 是不是等于什么 等于总固定成本 在除以我们的产量 那因为这个数值是固定的哦 这个总固定成本不是五百万吗 那你现在产量增加 一百单位 一千单位 一万单位 那是不是表示你的分母越来越大 当你的产量增加分母越来越大的时候 各位 你的分母越来越大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什么情形 是不是这个数值会越来越小 好 所以才会有这句话 平均固定成本曲线 会随着产量的增加 有没有 产量的增加而下降 因为主要是什么 分母越来越大 而分子的这个数值是永远固定的 所以才会造成平均固定成本曲线 随着产量增加而下降 接下来 我们还会说明到 边际成本 平均成本 平均变动成本 都是随着产量的增加 各位看这个地方 呈现什么 先降后升的趋势 各位同学把这个地方特别记下来 有三条线 是很特别的 边际成本曲线 平均成本曲线 平均变动成本曲线 会随着产量增加 呈现什么 先降后升的趋势 好 我们现在用一个实际的表格 来给各位同学做个说明 这是一个转期的成本结构 好 第一栏是什么 产量 我们说在不同的产量下 会对应不同的总成本嘛 随着产量 我们说总成本会随着产量的增减而变化嘛 可是我们说了 总成本等于什么 总成本等于固定成本加变动成本 会等于总成本对不对 好 所以你看固定成本 各位看 固定成本是不是在不同的产量下 永远是固定的呢 就是这100单位的钱 那么变动成本 是不是随着你的产量的增加 而增加呢 所以你看 这个数值是一路的晚上增加的 有没有 那么总成本 就是把这两个数值加总起来 100加50 能够得到这个150 那么编辑成本怎么来的呢 这个50怎么来的呢 我们说每额外增加一单位的产量 总成本的增加量 各位看 我们额外增加一单位产量 对不对 我们额外增加一单位的 这个产量的变动量是1 有没有 从0变动到1 我们的总成本 从100变动到50 我们总成本的变动量不是50吗 所以我们说 编辑成本等于什么 编辑成本等于 产量的变动量 分之总成本的 总成本的变动量 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 从0单位变动到1单位的时候 产量变动量是1 总成本从100 变动到150 成本的变动量是50 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一个数值 这样各位同学可不可以理解 好再来 这一个平均固定成本 加上平均的变动成本 会等于平均成本 因为配合这样的概念 固定成本加变动成本 等于总成本 那么平均的固定成本 加平均的变动成本 加起来刚好就是平均的 总成本 那么我们用这一个例子来说明 这一个25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各位想想看 平均的固定成本 是不是等于什么 如果你知道 平均成本的概念的话 平均的固定成本 是不是等于固定成本 除以产量 固定成本除以产量 那你看在这个单位之下 我们的固定成本是多少 我们的固定成本不是100吗 我们的固定成本是100 除以我们的产量 我们的产量是多少单位 4单位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100除以4可以得到 平均的固定成本是25 那各位有没有看到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 平均固定成本几件会怎么样 一路的往下 有没有 那各位再看 平均的变动成本 我们看这个例子 平均的变动成本怎么来的 平均的变动成本不是等于这样子吗 等于变动成本 除以我们的产量吗 那各位看到这个地方 在这个单位下来之后 我们的变动成本是多少 我们的变动成本是150 所以我们才可以得到150 除以我们这一个单位的产量是多少 是这个产量是6 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 这个平均的变动成本是25 依此类推 当我们把这一个平均固定成本 再加上这个平均变动成本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平均总成本是多少 这个部分我们会特别希望各位同学 在回去的时候 能够针对这张表的每一个数值 稍微去练习一下 怎么样去计算 那待会我们在这个单元的最后 也会用一个实际的例子 计算给各位同学看 好 刚刚讲的是各个成本的计算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同学说明的是 各个成本曲线的一个情形 我们是不是讲过的这一条线 叫做固定成本曲线 同样的高度 变动成本曲线 那么 这一个总成本曲线 等于固定成本曲线 加上变动成本曲线 所以它平行的往上移动 有没有得到这条总成本曲线 那 接下来 我们也说明了 根据前面的那张表 我们说 平均成本曲线是一条什么 是一条先下降后上升的曲线 那么一样 边际成本曲线也是一样 先下降后上升 那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张图形 又有一条线叫做 平均的变动成本曲线 它也是先下降后上升的 有没有 好 这样的图形的变化 都回应到我们刚刚前面 一些文件的说明 还有整个 这一个各项成本的计算 我们把前面的那张表 描绘在这个图形上面 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曲线的情形 那接下来 是有一条叫做 平均的固定成本曲线 我们说 刚刚也不是在前面也说明了吗 在短期的成本结构里面 平均的固定成本曲线会什么样 会一路的往下滑 好 所以这一条线 AFC会一路的往下滑 好 这就是跟前面做了一些对照 接下来 我们要让各位同学了解的是什么 让各位同学了解的是 总成本曲线 或是变动成本曲线 任意点的切线学历 各位务必把它记下来 切线的协力 表示的是编辑成本 把这个概念记下来 总成本曲线上或变动成本曲线上 任意点的切线学历叫做编辑成本 那还有呢 各位看下一张投影片 如果总成本曲线上面 或是 总变动成本曲线上面 或是总固定成本曲线上 任意点 哎呦 刚刚是切线学历 现在是什么 任意点与原点连线的割线学历 各位去把它注记下来 叫做割线学历的时候 刚刚所指的是切线学历 现在是任意点跟原点连线的割线学历的时候 分别表示的是什么 分别表示的是它的平均成本 平均变动成本 平均固定成本 有没有 好 所以到这个地方 我们要往下进行之前 先做一个小小的复习 总成本曲线上面 跟变动成本曲线上面 任意点的切线学历 那个切线学历表示是 那一个点所对应的边际成本 可是 若是总成本曲线上面 或是总变动成本曲线上面 或是总固定成本曲线上面 任意点跟原点连线的割线学历的时候 那么那个点 表示是该点所对应的什么 平均成本 平均变动成本 跟平均固定成本 那么我们刚刚也说明了 平均固定成本是一条 一路往下滑的曲线 那么平均成本 平均变动成本 还有边际成本是怎么样 是先下降后上升 有没有 这就是我们刚刚在前面图形的说明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总结 各位直接看到这个地方就好 边际成本曲线 边际成本曲线 一定会通过 平均变动成本 以及 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 最低点 相较于AVC跟AC的最低点 各位同学 那我们稍微回去这个图形的地方 有没有 边际成本曲线 一定会通过 平均成本曲线 以及 平均变动成本曲线的最低点 好 这是一个概念 未来各位在 到 学习到这个单元 有一些深入的了解的时候 我相信 未来你们老师会跟各位同学 再做更近小一步的说明 那目前呢 我们就请各位同学 先把这样的概念记下来 好 也就是 边际成本曲线 会通过平均成本曲线 以及 平均变动成本曲线的最低点 这个概念 请各位同学把它记下来 到最后呢 我们就用一个实际的例子 作为这个单元的结束 好 他说 根据市场表 我们要分别去计算 这四个数值 那各位 我们在前面 已经说过了 固定成本永远是固定的 所以 产量是0的时候 固定成本是200 所以呢 这一栏永远是200 所以第一个数值 200就这样子得到了 接下来 变动成本呢 各位看这个地方 产量是0的时候 劳动固定量是0 当然变动成本是0 因为我们没有 雇用任何劳动 可是各位看哦 当然我们雇用 五个人的时候 我们的 变动成本是50 那换句话说 各位我们 写在这个地方 我们雇用五个人 的时候变动成本是10 所以雇用一个人 雇用一个人要花多少钱 要花10个单位 10个单位的钱 那换句话说 当我们雇用20个人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用10 乘上20 我们可以得到200 200 200单位的代价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是200 那一只类堆 10个人就是100单位 15 就是150 这样各位同学了不了解 接下来是平均成本 各位平均成本不是很简单吗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 平均成本等于什么 等于总成本 除以你的产量 那现在总成本是多少 各位 这个地方是200 单位对不对 固定成本永远是固定的 那我们也算出来 我们的变动成本是200 所以呢 在根据前面的定义 总成本等于固定成本 再加上什么 加上变动成本 我们这个时候的产量是多少 产量是67 对不对 好 我们要算的是这一个数值 各位看这个地方 固定成本是200 对不对 这个是变动成本是250 所以这边要改一下 这边是250 然后我们的产量是多少 是75 所以 450 除以75 答案是多少 各位同学 这个回去自己算一下 应该是 应该是6 对不对 好 最后 我们要计算的是编辑成本 我们先把编辑成本计算方式写在这边 编辑成本叫做什么 产量的变动量分支总成本的变动量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东西叫总成本 这个地方总成本 这个地方总成本是400 这个地方总成本是450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知道 从67单位的产量变动到75单位的产量 我们变动了多少 我们变动从67到75 75减掉67 所以产量的变动量是8 那么成本的变动量是多少 从400变动到50 所以变动了50个单位 是不是 总成本的变动量是50 产量的变动量是从67变动到75 所以是8个单位 所以编辑成本是8540 好 所以是8分之50 各位回去自己再去算一下 也就是8除以50 所以是4分之25 好 所以Z的答案是4分之25 好 经由刚刚的这样的一个练习 好 以及我们再重新的简短的做一个复习 我们从一开始 对于各项成本做了一个定义 那也介绍了各项的成本结构 分别从实际的数字 怎么样去计算 到最后透过这样一个图形的整个分析 以及最后我们用一个实际的例子 来跟各位同学做说明 相信各位同学对于短期的成本结构 应该有相当的认识 那也希望各位同学在这个单元的学习 能够非常的顺利 好的